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奇特的便是山脊间延绵起伏的城墙 据说这些古老的城墙修建时间比秦长城还要早四百多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这群山中守卫和生活呢 穿过山中郁郁葱葱的树林来到山顶 另一番景致便映入眼帘 在陡峭的岩壁上石面凹凸不平 荆棘遍布 宛如耸立着一道道高墙 山崖边人工堆砌的石墙与峭壁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两千多年前 仙人们是如何攀爬修筑的 古代人想要上这山崖怎么上 咱们需要带上一个专用的护具 你看 这个旁边全是酸枣弄不好 就是当年为了防止敌人上山种的 因为它全是刺 抓也没法抓 咱把衣服拉下来 抓着这个梗子 也许还可以 抓着这 从石缝里面 这么向上 这么抠着 抠着一点一点往上爬 只有这个地方 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攀到这个上面去 高宗的崖壁光滑且倒窍 攀爬起来十分困难 古代仙民正是看中了山中崖壁的这一特色 修筑了绵延起伏的城墙 公元前555年 晋国和鲁国联合其他十二国的军队 向齐国发动进攻 他们来到齐国附近兵分两路 绕过了宜蒙山 最终到达了齐国首府林姿 当时之所以绕道而行 便是由于宜蒙山崖壁上的齐长城 齐国自封过之后就因地制宜 利用自然地理条件 优先发展了工商业和鱼盐业 使其成为商业经济较快发展的负数国家 齐鲁交界处有威俄的太宜山脉相隔 具备了修筑长城的自然地理条件 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加强防御 便修建了石头壘气的防御攻势 这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这里不仅有坚固的城墙 当年驻扎在此的部队 还修建了其他军事设施 这就是齐长城内部的一个烽火台 通过这个烽火台 点火 起狼雁 告知齐国的收睹 那边山的最高处有烽火台吗 马安山上有 马安山上有 对 除了烽火台 在狭窄的岩壁边 我们还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石板 这个城墙上还有一个门 这就是齐长城的一个北大门 你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门好像很完整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门的 那个咱们叫做轴吧 对对对 你看它还用过 你看 摸到这个害地 摸损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 这边呢就形成了一个 半包围状态的一个城墙 那边全是悬崖 对 那边就是全是悬崖 这边就是陡峭的城墙 这边门一关 悬一关了以后 别人都进不来了 对对对 太和镇孟泉村山崖上的 这段齐长城 三十余处烽火台 兵营遗址 哨所 错落有致的 以山势而建 修筑了这么一片 绵延起伏的防御工事 它的石材 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它这种石头就 适合于咱们建筑 这样的长城啊 提田啊 对对对 看老爷说 它们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对对对 它的齐的方法 就是从顶上 从上面洗了一层 再细一层洗到这 家里盖房子都用这种石头 因为咱们这里是石头窜嘛 石头房子 上去呢 房子像厚这么厚 都是用这种石头 这么这有一块 这个现成的就可以取下来 但是我是不敢取啊 取了下面一起 就掉下来了 然后咱们往这边看 也是这样子 不仅每一层之间 它是很松动的 可以取下来 它和里面的之间 其实也有缝隙 那也就是说 我取下来了以后 整个就可以拿开 和里面之间 都不需要凿 就准准就可以拿出来 古老的齐国人 正是看中了山中岩石的特质 搭建了防御体系 而且石头还成为当地村民 祈福的一种工具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啊 是一种传统一种习俗 这是一种技术 来到这里 就是说 放到这个石头 放到这个树上 用祈福 带着呼吸回向 原来在太和镇 石头已经融入了百姓的生活 它们不仅成为了情感寄托 这里的百姓自古一山而居 石头就地取材 在生活中的运用 也是很普遍的 就在山坡上 长片的梯田 以山势而建 搭建的方法 也如同齐长城一样 别的地方啊 这个梯田都是 拿土一层一层地产出来的 你们这儿的好像就是 用石头来围起来的 是吧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山比较陡啊 如果石头的话 它就通过这个下雨 就冲没油了 这个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啊 在里边的土 鱼那个水垛了之后 它不是一个线面 它就自然了 它就躺出来了 这些建筑的构造方式 与古老的城墙如出一辙 它们都是采用 因地取材的方式来修建的 村民除了用石头 搭建梯田之外 还用它们建房屋 太和镇的鹅庄村 就是一座 用石头砌成的村庄 这个屋顶啊 这都是石板的屋顶 它这个就是比较薄 比较宽的这种 这种石板 就拿来做屋顶了 当地人把鹅庄村 称作围山传 意思是顺着山的走势而修建 由于附近的山上石灰岩较多 人们就地取材 用石头建房子 你这个每一块 为什么要都要敲一点呢 特别让有个平顶 有个好看 让平的这一面朝里 对 凸的那一面 不平的那一面 朝那个泥土的方面 对对对 这里有排水口 就是积水的时候 等一会让它排 每隔这么一米五这样子 每隔一米一个 每隔一米一个 它都预算出来了 据当地修建房屋的百姓 告诉我们 由于这些石头形状规整 搭建时不用粘合计 只需要在屋子的四面 抹上一层观音土 便能力不透风 这是鹅庄村最古老的石头房 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它的主人是村里的 一名舞举人 石头墙 石头村 石头城 几千年来 当地百姓对石材的利用和研究 可谓精益求精 搭石头是很有讲究的 从小在太和镇长大的 石头匠人李信勇 如今已经是石雕艺术家 他为我们介绍了 修建石墙的诀窍 所谓勾脚压缝 就是石块搭建时 要互相错开压住缝隙 在转角处要横竖压角 才能牢固 除此之外 李信勇还告诉我们 衣衫搭建石墙的时候 还有一个口诀 叫做挺腰收腹 也就是石墙 是以曲线的方式累积的 经过长时间山体的挤压和下沉 就能逐渐平整 形成牢固的城墙 所以你看 有时候看这个大砖墙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实际上 它是按照一个很科学的道理 这些自古流传的石头记忆 让李信勇迷上了石雕 其长城能在这里出现 也和当地人 对石头的研究密不可分 李信勇还告诉我们 在太和镇的山中 我们不仅能看到 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 还有许多生活设施 能够让人在山崖中居住 其长城的特色之一 就是它在修建中 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 当年修筑的工匠 仅仅是依靠石板的堆砌和摆放 就建成了在山崖上 屹立不倒的城墙 这些外观看上去 修建方式并不复杂的城墙 在当年不仅阻挡了 入侵者的进攻 而且还保留千年 至今依然处理在群山之巅 这些掩体和射击孔 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 齐长城成为那时的重要防御工事 著名的马鞍山战役 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山顶的三十多名战士 依靠着齐长城的防御体系 抵抗了日军两千多人的进攻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沿着齐长城 我们来到离孟雀村 不远的马鞍山 当地一位叫马战役的师傅 对这里的历史非常了解 他带领我们 寻找留存在山中的古老遗迹 这感觉跟攀岩差不多了 这个一般是粘米还是抹面呢 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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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壳是不是 对 脱壳 粘米 你看看额架爬 它是整个一个事业 走下去的 除了遭出来的十年 还留存着大小不一的水窖 在山顶生活 最紧缺的就是水资源 山崖泉水的洞窟内 还供奉着明代时期 山中居住的十位道士 传说他们因为艺术高明 被当地百姓称为石大夫 你看这个 圆形的一个穹顶的这么一个屋子 过去大概就是十个道士 在这个地方给老百姓看病 因为实在非常久远了嘛 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塌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它遗留下来的这个残疾啊 这就是它互相粘接的这个东西 这个大概就是石灰啊 糯米啊烧出来的东西 石灰一样 利用石头的力学结构 然后给它这个建起来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房子 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塌了 听当地老百姓讲的 这已经是明代了是吧 明代 明代时期 顺着岩壁边的小路 我们来到山顶 一片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机制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是什么人在此居住呢 我们现在啊 已经来到了这个马鞍山的山顶 再往里走呢 发现啊 有很多房屋的机制 你看 这边有五个 这边有五个 那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房屋的机制 这房间啊 这就是 这柄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当时这个齐长城 它那个主要在哪边 加持这个路过军事活动 在这儿竹小 从这儿往哪儿掉边 马鞍一告诉我们 从齐长城修建开始 由于战乱的原因 这片悬崖坠壁之上 不断有新的主人在这里居住 齐长城经过一代代人的修缮和保护 成为这一代重要的军事战略重地 防守的一个 防守鸭铁 掩铁 弓箭手在这个地方守着 对了 守着就上不来 我看看它这 现在这是什么结构啊 这还有楼梯啊 有楼梯啊 不像它下面切吧 有楼梯 而且这底下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窝藏的地方 有一个窝藏 我可以藏在这里 藏在这里 藏在这里 藏在这里的话 这看得外面很清楚 这道2000多年前修筑的城墙 在1942年11月 成为抗日战争时期 重要的防御阵地 当时突经滋核的千余名日军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 向马鞍山进行疯狂进攻 30名巴鞍军战士及家属 在此守卫 这三十年之后 这三十年之后 有这衣服当瓜 我可以支撑 所以他上不去 只要有洞 有墙 有烂 有石头 他也上不去 所以最后一说 大街两角 这个 人也都跳了下 都没有了 打了多长时间 打了两天一夜 日本人为什么要派这么多人 来攻这个地方 一个是遼忘点 一个是保罗街 这个联络地点 遼忘点也是个联络地点 对 在敌军一次次的进攻中 战士们击毙了敌士团参谋长 及敌官兵一百余人 淡尽粮绝后 壮烈牺牲 你看这个地方 特殊的石灰岩地貌 造就了高度差不多 将近有一百多米的悬崖 形成了一道石墙 就这个石墙顶的面具上 有佛寺 有道观 有避难所 有住渣的地方 然后呢 还有石墨十年 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古人的一个生态系统 在齐长城上驻守的勇士 通过不断修筑 让这道屏障 成了最重要的防御工具 齐长城的险要 离不开这里特殊的地质结构 因为石灰岩的特质 这段山体形成了 坡度差极大的山墙 即使不修筑长城 同样可以依靠这样的地形优势 让敌人难以愉悦 人类在山崖上生活的故事 并不只发生在中国 比如在西非国家 马里生活的多贡人 他们在悬崖峭壁间 修建了尖顶的泥屋 沧沧跌跌 井然有序 还有约旦佩特拉古城附近的 奈伯特人 他们喜欢住在山上 尤其喜欢住在岩壁边的洞穴里 在山崖上生活并不容易 大部分都是从躲避战争 或者逃离危险开始的 在太和镇齐长城附近的群山中 同样也留下了许多古代仙民 欺商而居的遗迹 山崖上是驻守者居住的阵地 在山谷中则有逃亡者躲藏的密道 跟随向导 我们打算去山中寻找线索 据说在这里陡峭的山崖边 留存这些古老仙民留下的遗迹 从这地方不能往上吧 感觉是这条路吗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最近感觉 人家早就拿把柴刀过来 这个山顶呢 我们走上山顶以后呢 有一个村 叫洞顶村 过去的人在这个地方活动很频繁 这就是个探路的过程 咱们现在走了这条路 但实际上 应该正确的路在上面 所以咱们还得搬回去 再重新往那边绕 太和镇潭溪山当地 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传闻 明朝十二岁的昭阳太子 被封为皇太子 太子的舅父见宫中混乱 就将其送到此地的深山中躲避起来 据说之所以在这里居住 正是由于太和镇潭溪山上 有许多隐秘的藏身之处 由于被树从遮挡 这条山崖边的小路十分隐蔽 这里会是我们要寻找的密道吗 经过反复寻找 我们终于顺着一条小路到达了目的地 它是一个石窝 这是一个支撑 这是一个支撑 这是一个放米的 这样青菜以后形成个杠杆 我觉得使用的不是太多 为啥 它凿的痕迹还很明显 这是当地老百姓一种游戏的方式 当地还下棋 它有一种游戏方式 它是类似于象棋似的 凑起一个田子格来 它要是这样走过来 就可以把它给吃掉了 它有功德碑 然后才有一些 就这个甘露泉的这个泉 一会儿我们往前走就有 除了米旧和石盘 路旁碎裂的石板上 还刻着类似功德碑的文字 说明曾有人在这里长期生活过 这个地方你看 这是明显人凿出来的 而且这凿的工程量还不小 再稍微往前凿一点算 这边上就是 看这两边不是有那个牙口吗 就两个牙口嘛 它是一个大一个木板 人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晚上呢 它把木板就抽到里边去了 哦 是这样的 对 它应该是为了 避这些野兽什么之类的 主要是为了避野兽 人为阻断的这条狭窄的密道 就位于潭溪山的半山腰 估计是某些逃亡者 为了躲避危险修建的 山中隐秘的通道很多 有的洞穴甚至能够穿山而过 这些遗迹是否与古老先民的传说有关呢 走出密林 往山顶前行 我们走进了一个悠长的洞穴内 哦 这洞好深啊 这洞一直能穿透这个山是吗 你看这个岩地多圆滑 像一个机器凿出来的感觉 你看这都是水挖出来的 等于当时应该是很稳略的水流 在这个地方整体的逃啊 它不是逃成了一个槽 它是整个逃成了一个圆圆的一个洞 是吧 你看这都非常的多 有很多专家来给我们解释呢 说这应该是属于海沟的一个系列之一 海沟 对 也就是说这个洞的形成 就是在地下 就是在海 海平面以下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 哦 然后这个海沟的提升呢 随着地壳的上升所形成的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山中洞窟 古老先民则利用他们 成为逃亡和居住的场所 向山上行走 我们来到了高门洞 你能再往里一点层再照到点 你看 这样可以 啊 这是多高 我们探明的就是往上最高的距离 那是屎 那两边的那个中古石的那个石形 已经裸露出来了 这个由流水侵蚀而成的洞窟内 形成了腐僻一般裂开来的洞顶 被人们称作齐鲁门高第一洞 山上流淌的泉水 让人们在这里可以长期生活 所以有的洞外还用石块 累起了石墙和大门 这个洞窟内不仅有宽敞的大厅 还分为上下两层 相传当年逃亡来此的太子 就可能躲藏在此 顺着山路在远处的山崖边 一个长眼睛风石 流水等外力 将其掏空形成的石窟内 修建了一座寺庙 这什么时段的不一样的 民国的 民国的 但是这个洞要往前推的话 时间已经很长了 自动加进明朝 明朝的加进皇帝 这地方不是已经很清晰了 出来康熙47年 康熙47年 三叫同院 这柜子应该一直就在这上面 这个是一个荷叶 这边应该是母丹 为朝阳太子于此因此 就是朝阳在这个地方避难 在这个地方避难 根据石碑的记载 我们可以推断 传说中的朝阳太子 在山中的隐居处就在这里 古人利用其地形建立了三教寺 供奉了佛道儒先生 成为皇帝以后 那么当地老百姓 对他宇居的地方感觉的非常神圣 也就随着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 从这个地方走出去以后 我们形成了当地老百姓的 一种崇拜和一种信仰 照样太子是否是明朝的皇帝 有很多说法 但从潭溪山中大小不易的洞窟 以及留下的寺庙和遗迹等等 可以确定 这些山崖中的确曾有人居住和生活 从齐国修建的城墙 到山中隐秘的洞窟 这片山崖历经沧桑俱别 遗留在太和镇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在鹅庄乡的一座悬崖山上 传说齐国的公子小白 依靠悬崖鸡骨 扼马提铃的方式 打败公子鸠 夺取了王位 而在孟泉村齐长城的山脚下 则流传着孟江语 再次哭到长城的传说 太和镇的古老先民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财富 那里的一山一水 不仅忽悠着人们安居乐业 也创造着无数传奇的故事 等待我们去探寻